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 黄冠果,来自我们自家的 黄冠果,这是我们自家种的黄冠果 现在还没有成熟,它成熟的时候 是现红色的,待会我会介绍 这个黄冠果家里面也可以种 不过呢,有一个心理预算 就是它会长出很多蚂蚁的 因为我不晓得是它的果子很甜 还是这样的样子 这一颗就已经开始要熟了 OK,你看一颗有多少百粒 我不知道了 我们这边总共有种了几颗 那么看看下面的那个 那个就是成熟的 但是还没有熟完 熟完是现红色的 其实这个是印尼的叫做神奇之果 神赐给我们的果 印尼以前的时候是黄族才可以享用的 那么慢慢组建的就来到马来西亚 那么我们给它的一个名字 是黄冠果呢,就是Makota Dewa 是它对糖尿,肾脏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是糖尿啊,或者是尿酸啊,水肿啊 都由肾脏所产生的那些问题呢 都能够一一的解决 你看的话它很多蚂蚁的 它会很多蚂蚁长在树上的 受采的时候会被买铁皮果啊 那么它里面的种子呢,是不能吃的啊 它里面的种子是有毒的 所以必须要剥开 它把那个里面的内壳把它丢掉 然后呢把它烘干 然后慢慢炒到它干所为止 小颗的,比较小颗的 这颗比较小颗的 你看它的花是白色的 那么黄冠果呢,除了刚才我讲的 对于水肿那些有帮助呢 糖尿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草药之家呢 生产草药哦 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 那个岳父哦,他的脚水肿啊 就连续喝了一个礼拜 当然他喝的是大粮喝啦 连续喝了一个礼拜 然后他喝的是大粮喝啦 脚水肿的问题是解决了啦 年纪大了的话 脚水肿是很危险的 就是说 他肾脏过滤土树的出现问题 那么 脚水肿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的话 肾脏问题哦 就导致什么 肾有问题的话 就要洗肾啊 之类的产生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顾且一试 结果呢 诶,可以啊 所以我们才决定说 要生产这个 黄冠果花茶 蛮辛苦啊 因为他主要的就是说 他剥他的果肉的时候是非常难的 剥他果肉的时候是非常难的 因为他那个果肉 我刚才讲的嘛 是不是那个叫铁皮果啊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晒干啊 他需要晒很多天 而且晒了一阵子之后呢 我们还要需要的把它烘干 然后把它打成那个碎片的话 是最辛苦的 因为他是基本上是很硬的 比方说我采出来一kg哦 一kg 他打出来哦 十分之一的分量都没有 就是一百g都没有哦 所以他相对来说 是生产上面是面对一些问题 我们会生产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一个朋友哦 他基本上是一个有钱人来的 他是皮发酒的 他是皮发酒的 他就跟我说 他的外婆已经八十多九十岁 不能够走路了啊 后来喝了这个果 大概是要大概整三个月吧 三个月吧哦 但是他不是大量喝了老人家嘛 所以就过后九十多岁了哦 他应该是九十多岁 不是八十多岁 他已经可以拿董盖哦 慢慢的走起来 所以经过这两个故事哦 两个真的真实故事的效果哦 我们才觉得哎 这个东西不错嘛 我们就想试做 而且现在的断货 你看到还没有熟耶 啊我们还要等它熟 熟了之后 还要就是进行去架构 这个果有一些疑问的话 可以留下 原来我们会意义解答 那么至于他的功用呢 我刚才说了 糖尿 药酸 水肿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功用 降血药可以吗 可以 降血药都没问题 所以他的功效非常良好 那么一般上我们保健的话 是一天喝一包啦 一天喝一包啦 那么如果是真的是有病患的话 那么我们一般上会叫他喝 一天喝两包 看他的效果如何 那么有什么疑问 你们可以留言在草药之家 今天呢 我只是大约的介绍一下 因为之前哦